2022佳琪直播间全网最强比价攻略 整理3天3夜 后后52夜 我的双十一攻略不仅会比价 我还会结合我作为多年护物博主选品的经验 带你们买到良心的好的护物品 差不多说我们直接出发 不过你们想看彩妆片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连夜给你们拍 首先 洁面 清洁类 雅士兰大红16 黑宝 经典大造级 凸质力太强 除了超级大油皮 都不建议买 优势眼洁面 红宝 没毛病 非常优秀的氨基酸洁面 期质和去年一样 可以充 Vilibichi 女神洁面乳 HEBA 很差 非常差的大造机 CPP洁面膏 黄宝 道具洁面 但是保湿体系组还行 适合健康有比 后续要做好保湿 机制也比去年优惠了很多 有需要可充 赫利尔斯洁面 黄宝 产品还可以 但是可低单性很强 喜欢这个牌子可以充 氨基新鱼洁面 黄宝 很不错的氨基酸洁面 胃口度高 脱脂力好 洗感舒服 但是它有点贵 EVilibichi 洁面膏 红宝 非常好用 洗得干净 但是保湿力非常好 有预算可以充 单颗换算 比去年机制好多了 MAC西装油 红宝 非常好用的西装油 乳化快 卸得干净 不会紧绷 今年也是买正装 送正装 这个价格快跟国货差不多了 冲 Pharmacy 卸妆膏 红宝 卸得干净 乳化车体 口碑巨好 单瓶机制比去年好 线比紫胖子瘦膏 黑宝 东西做的还可以 很经典的瘦膏 而且没有制度成分 但是它的机制非常没有诚意 C店都已经便宜到家了 它还买这个价格 不值得 贝德马 卸妆水 黑宝 产品还可以 建议你们打到起泡瓶里 不要去擦湿泳 不然伤皮肤 但是它的单价比去年还贵 多送人几张化妆棉 当家考考清楚 我们想要产品 不想要化妆棉 OK 包皮不让卸妆油 红宝 卸妆油标杆 乳化快 不残留 非常厉害 而且今年的机制 比去年便宜 尺寸是有卸妆油 红宝 卸妆油 另外一个标杆 乳本 卸妆油 黑宝 不是很成熟的卸妆产品 很胡眼 而且残留也很明显 美宝连眼唇线 红宝 非常好 有没有毛病的眼唇线 机制还比去年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化妆水 Brash 红茶 酵母水 红宝 有效成分 红茶酵母浓得非常高 质地有厚多 而且保湿感很好 比其他很多免税期的还划算 衣服全喷雾 黄宝 吞套很好 酱母很好 即时的退红 去热都很好 但是这个机制和普通的主播差不多 你随时去买都是这个价格 蕉兰地皇分子水 黑宝 蕉兰的地皇分子系列 它们的有效成分很少 基本都是调配肤感的增愁剂 今年虽然它送正装 但是换算单妞比去年贵 雅神兰的粉水 黄宝 比较基础的一个水 送的也是个正装 还不错 雅神兰的原生液 红绑 配置和精华一模一样 特别适合粗糙疙瘩的皮肤 而且还比买尼索尼的量还多 SK2 神仙水 黄绑 神仙水的地位 无人能撼动 但是它们的机制 实在是欠缺诚意 蓝蔻 极光水 黄绑 产品很不错 特别是对闭口 效果很好 但是机制和去年一样 一般般 稍等 下面大批黑绑来袭 蓝蔻粉水 黑绑 就是一瓶增筹机 加色素水 保湿效果不多 刺痛到挺多的 月母之源 零汁水 黑绑 产品还不错 K火 保湿 油豆皮 又好 但是零汁水 在各个平台都跳水 两位数一瓶 别在官方局导买 米贝尔粉水 黑绑 保湿秋户 还可以 但是它们很没有诚意 三瓶涨价了很多 靠小样凑数 EPSA流金水 黑绑 它就是很普通的保湿水 没有任何的功效 科研湿金染花 黑绑 今年轻松多了 哼 接下来就到我们最爱的精华部门 Jolique色修 红榜 惠红一哥舒缓 无人别 而且今年价格更便宜 成眼一身37 红榜 经典长青的美白精华 而且机制特别特别好 Jolique日夜抗氧套装 红榜 抗氧将会出护肤的终点 满一送一 再加三个明星单品 很给力 贝洛加水光屏 黑榜 性价比极低 献臂雷射品 黑榜 东西是还可以的 不单单是个美白精华 它还是个鸡胃酒精华 它整体K氧 K火 美白 什么效果都是在线的 但是它在免税店价格非常跳水 不建议买 花笛战斗自抛 红榜 驱动效果很好 而且温和度很高 竹本小玉瓶 黄榜 整体产品还是挺优秀的 很适合有修复需求的皮肤 但是它这个价格有点高 连它送的东西你一起用 其实效果是重叠的 自然糖小子瓶 红榜 它里面的喜墨印 是真的了不起的中国成分 维稳 驱黄 非常强 机智也非常有诚意 果凡小粉瓶 黄榜 产品非常好用 脆红 消火 保湿 而且质地非常清透 但是虽然今年真的是正装 但没有来算 它不划算 肖兰 复原秘 黄榜 说过了帝皇分子的活性物 添加量 非常的低 也就是专门卖 肤改 卖调香的 但是机智相当获得出去 如果你们喜欢 为甜改买单的 可以冲 阿迪 幻言刺泡 红榜 多态非常温和 而且效果很好 而且它机智比去年好 威诺娜 修护精华 红榜 这一支是今年很有诚意的新产品 非常好用 维稳 退红 修红 效果很好 机智也还可以 打湿蓝带 白金 黑松露精华 黄榜 打湿蓝带今年最有诚意之作 抗老 美白 双笑 荷叶 但是它的这个机智挺普通的 不是特别有诚意 克兰黎 VC精华 黑榜 产品是很好用 提量很强 72组加81组 太多太多了 VC放不得的 百值最修护精华 黑榜 产品一般没有什么自己的配方 还敢卖那么贵 雅士兰带小宗品 黄榜 经典之作 修护啊 出抗了 它还是非常能打 机智也是比去年好 但是小宗品我还是比较建议 去充免税版本的 那个更划算 修理可 紫米精华 黑榜 修理可全线唯一一个 我觉得比较普通的单品 博莱雅 红宝石精华 黄榜 黑唇加盛泰做得很好 而且性价比很高 但是单品比去年贵 而且赠品还没有诚意 不知道博莱雅在干嘛 博莱雅双抗精华 黄榜 比较经典的抗氧化精华 糖氧双抗 非常优秀 机智比去年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可以穿 SK2小灯泡 红榜 上经典的日系美白精华 你用出来的那个效果 它就是比较通透的白 机智算下来跟免税店差不多 厨局 天空 精华油 黄榜 产品非常好用 简直就是国货之光 对于脆弱皮肤效果非常好 但是他们送的不是同款 送的东西我觉得一般般 红人蜜 红身精华 红榜 为主部的目前还能打的韩庄 去黄抗氧效果都很好 而且机智比去年转换非常多 资深糖 红妖子 黄榜 红妖子是非常经典的 K火保湿维稳的一个精华 会比较适合干皮一点 但是机智一般般 我建议你们去充免税渠道 相语是 双翠精华 黄榜 东西是很好的 水油霜补质鼻祖 六边形战士 但是机智非常非常的差 李佳琪自己都忍不住说差 CPP 钻光精华 黑榜 性价比极低 YSL 叶黄厚 黑榜 成品对于熬夜皮肤还可以 但是蓝蔻极光水 跟它效果差不多还比较便宜 而且今年还少了10毫升 怎么没诚意 科研式 淡斑精华 红榜 非常优秀的全通路百倍精华 机智与酸光水 OLEA 黑精华 红榜 某扣小黑瓶 官方平替 而且赠品比去年多了15毫升 非常划算 海蓝之瓶 浓缩精华 黄榜 修护的标准答案 对脆弱 对项目后效果都非常好 但是机智一般 克莲娜 绿宝 瓶 黄榜 产品也是同样非常能打 而且是我的年度爱用精华 但是它的免税渠道非常便宜 雅钝菊 金华 红榜 ID本的抗氧效果是真的很厉害 而且是有口结杯的 卖证送证 蛮有诚意的 Murad A唇精华 很温和的同时 又能保证A唇的效果 但是这一款不建议A唇新手冲 但是它的机智不太好 赠品有点一般般 而且客单价有点高 雪花秀润造精华 红榜 还不错的保湿精华 如果它太会 我不推荐 但是它真的很划算 送的真的巨多 凌晴轩修护精华 有黑宝 性价比极低 增强油 酸非常高 不适合敏感肌的 宁卫 630精华 广宝 产品真的很好 用的是地表 最强美白精华 但是它送的东西 是Q10日霜Q10晚霜 这两个品 以前都是清仓去卖的 真的不划算 建议你们去其他学校买 你们懂 还有其他这些部分 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们觉得 我真的很用心 可以给我点个赞